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杀杀杀 横扫千军万马 怎我高则指向 未曾想 青池旁 那坚异的目光 从此浪漪我心房 有家人身装 今已落伤 这树云掠月 北京天花花 你却终爱我 无所谓的默默妆 我不是奔黛 青丝模样 这日子也剧烈 有心欲见定不复留年 哪怕身为四叠 梦会花叠 仅仅花卫妆 卖鲜舍不知颜色深花茧 夏日云结 缠绵了岁月 夏日云结 又缠绵了岁月 他们抓走了九殿下 送来了这封信 什么情况 他们拿九弟当人质 对方的条件是什么 休战撤兵还是要把尸地要回去 她们要 四眼去还 我 你们中原的帅哥真不少啊 喂 喂 君子 不 淑女动口不动手 比起你七哥 你也不差嘛 小鲜肉 小鲜肉 那你是什么 小蘑菇还是小白菜啊 还挺会说的 那是 你把我放了 我陪你说三天三夜怎么样 我才不稀罕呢 我抓你来是有用的 有什么用 想烫我话 你还嫩点 不过 外面那些兵都是你指挥了吗 小蘑菇你可以啊 看上去比四眼还小 又是个娇娇弱弱的小姑娘 居然能统领亲救援马 我会的事情多了 怎么 你瞧不起年纪小的 瞧不起姑娘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觉得你 怎么说呢 有种气质跟四眼挺像的 是什么 我也说不好 就是和我们这儿的姑娘不太像 那当然 所以啊 你别装得兴巴巴了 你内心肯定和四眼一样善良 善良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你知道吗 你七哥不过是一言不合 我就往他肚子上捅了一道 差点要了他的命 小蘑菇 别捅我啊 再敢叫我小蘑菇 我就捅你一百道 说到做到 四姑娘 这里有您一封信 是叛军送来的 点名说要交给您 还说 我们若敢禀五殿下七殿下 他们历时三个就杀了九殿下 所以您瞧 知道了 我看看 还是 华文采云记得 经我观察 你也是玩家吧 咱之后一起刷本打boss好不好 这点装备算是见面礼哦 么么哒 童蕊 对了 求帅男人啊 我这任务不好做啊 有新玩家上线 要求联机 你给我一个呗 求求求求求求 玩家同睿 向您赠送装备 中线 中线美颜蜜粉 是否接受赠送 天哪 真好 真好 白富美 人民币玩家啊 这种装备 谁弄拒绝啊 可是要拿七关一个这样的军官 这是人干的事吗 四姑娘 五殿下请您去那边议事 好 我这就去 七弟你这是过敏了呀 有四姑娘在你身边 不应该呀 五哥你烦不烦 我就不得意让他把那堆水呀 双耳的往我跟前塞 结果你见面也说这个 七弟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男人也得打理自己 不然四姑娘那么漂亮 你不觉得愧疚吗 四言你来了 五八 啊不 五殿下 您真是太会说话了 还把你夸得意了 那是 我怎么觉得九殿下 是没有人要的熊孩子呢 他要是听到你们在这儿 谈笑风生的 得气得投敌吧 言归正传 现在叛军要四姑娘去换九弟 这肯定是不成的 很好解决 拿我去换 喂 我不同意 对方玩家是不是联系你了 嗯 我也不同意七殿下去换 你 为什么对方要四言去换 到底其中有什么缘故 或许该让四言和他见一面 看看他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你说什么 你觉得我都不能去 却要四言去 我还挺想见见那个魔星的首领夫人 别开玩笑了 我坚决不同意 那个什么同睿就是个疯子 怎么那么大男子主义啊 是啊 你一个手无负极之力的姑娘 去了那边 还不是杨鹿虎群 有去无回啊 我又不是肉包子 总之 这事没得伤的 还真是 这原因没法说呀 喂小蘑菇 你还真痛我啊 他他他他他他他 我说过 不许再叫我小蘑菇 你自找他 别别别 这树极也太低了 啥也做不成 要你有何用啊 那你疯了我啊 血先借我用用 等四言带奇观仪或者Jack过来 我肯定放你走 你别着急 喂 你这不是瞧不起人吗 瞧不起你怎么了 四言不会同意的 你死心吧 在他眼里 你不比他们两个都差 他可能有点嫌我烦 想要他拿奇哥 或Jack换我 你做梦吧 哎呦我去 他在玩感情线啊 你别难过 我告诉你啊 在我眼里啊 你也比他们两个都差 小蘑菇 你其实不是这么想的 对不对 你捅奇哥捅的肚子 差点害死他 你对我呢 只是肩膀最边上 滑了一道口子 这么看来 我也不是一无是处嘛 这个奇观宝 怕不是脑子有问题吧 难怪长这么帅 手指这么低 夫人 这是给您的信 有空没 回头见个面吧 我去你的地盘 你给个通关文碟傻的呀 听不懂 你把这个腰牌 给送信的人拿回去 是 小陀螺 主人 帮我看看这个属性 这个最高属性 是豆瓶 你妹啊 一个皇子 怎么最高属性 是豆瓶啊 准备走吧 趁他妈咪醒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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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准备备着我 去见童蕊 嗯 你放心 我 我们很安全的 我们商量吧 拦你也拦不住 但是有个条件 什么 我们要一起去 那可不行 童蕊认识你 而且 他也特会化妆 我给你化了也没有用的 我们不直接见童蕊 我们在附近 寻个能观察 动向的地方坐下 以备不时之虚 嗯 行吗 你让我不要擅作主张 是我那个什么 大男子主意 你自己以后 可不可以也不要自作主张 你不敢问我 你讲我 我来医生 有 可不可以 他们还没到吗 你可算来了 你好 我去 居然还有这种人设的角色 这只做足脑洞够大呀 那什么 你确定给我它 而不是奇观仪 长成莱奥纳多这模样的角色让给我 你不后悔吗 那个 对不起 这是我的个人NPC 你真是欧皇啊 你做足是不是跟我有仇啊 这是我的NPC 你服不服 来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讨论一下九殿下的事情吧 好好好 你心里 说要男人是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任务啊 再说 为什么奇观宝不行 奇观也不行了 别提了 说起来我就一肚子火 你说那个九皇子奇观宝 长得倒是不含糊 怎么属性就是那么差 那天我只是手上沾了几滴七皇子的 你看看 做出来了这么厉害的东西 你再看看 我取了半杯奇观宝的 就做出来了这么个玩意儿 等等 这个能做化妆品 这什么鬼设定啊 吓得我以后都不敢用腮红了 你没点这个技能啊 我来给二位解释一下吧 四眼你的新手村是私家大宅 童蕊的新手村 则是直接在边疆 叛军启事的城池 四眼你做任务的主要方式是化妆 装备则通过任务奖励获得 而童蕊的主要发展方向 则是研发化妆品 任务奖励大多是稀有的原材料 是的 主人属于炼制型玩家 就好比 网游里有些门派专攻法术攻击 有些专攻物理攻击 还有一些则是制药一类的 对的 我初期的化妆品都是采集植物啊 矿石啊之类的 解锁的项目多了之后 才发展到使用植物或者动物 结合植物矿石 最高级的装备 才是需要采集人体精华 或者同时结合其他东西炼制 我可是拿了三颗西游橙色必洗 搭配器官宝的鞋炼制的呀 结果就出了一个异性货 混蛋啊混蛋 他咋不向前呢 话虽这样说 但是这样炼制化妆品 还是有点那个 对了 杰 这不是单机游戏吗 是单机 不过制作组向往往有发展 所以暂且做成了可怜机的模式 玩家间可以连通游戏一起玩 奇观宝呢 在楼上呢 本来还想试试他身上其他东西有没有可以用的 你们来了 我就不费这个劲了 你的个人NPC我不能要 把奇观仪给我呗 你可能还不知道 这游戏里 人工智能发展的有些失控了 游戏角色都是具有个人情感的 不是全在跑预设剧情的 他们就跟活人差不多 只是少个实体的身躯而已 你拿他们当原材料采集 他们的痛苦都是真的 我知道 你知道 但他们不是人就是不是人啊 同学 你不会都知情了吧 你想开点 这再怎么说都是个游戏世界 图的就是酣畅淋漓 至于人工智能发展成什么样 他们到底有没有真实的情感和痛苦 这是制作组的问题 跟我们当玩家的有什么关系啊 但机智人家对你有真实情感在 你怎么还能不顾他们的死活啊 你顾虑也忒多了吧 听我说 这还是个游戏 你跟这想什么做什么都不用负责的 放开点 这都多久了 还不出来 会不会是连四姑娘一起扣下了 杰克保证说不会 看神色不像敷衍 再说说出了事 他怎么也有时间把求求的信放出来 不能一点动静都没有 报 快说 你都打听到些什么 属下在包房门外 听到里面四姑娘在说话 应该是没什么事 但是他们为了什么事情在争论 知道了 还发现什么别的情况吗 属下以为听见 九楼二层南侧有声音 可能是九殿下 二楼南侧 大人去探探 如果真在 从窗户救他出来 小萌萌 放我下去啊 要我的鞋有什么用啊 我又不是唐僧啊 转船 转船 出击小来诗 咱们 执строй 猪肉变瓦金银这样 等到家人为谁抒发 未来对精妙魔术妆 火热梦里嘴角轻扬 醒来又是一期的晚风扬 回望你眉眼如花 长大见着一颗 远在胸口花旁 你是温君浪的脸庞 被我牢记珍藏在心上 如果有你陪在身旁 粉底纸角度都变长 你温柔的目光 视线蓝口红套装 心跳动忍不住将你 转术收藏 指尖的魔法长 变不止如霜 用真爱穿过 虚拟现实的时光 手牵着你是我 更新不愿望 在时空 写一场神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